上集说到,格力乔被托雷基亚偷袭,失去了所有能量 然而贝利亚却趁机骗走格力乔,威胁赛罗 让赛罗用一百个鸡腿来换格力乔 为了顺利救出格力乔,赛罗带着小赛罗来到了贝利亚的基地 赛罗,你来了,怎么把小赛罗也带来了呀 诶,我的鸡腿呢,怎么没看到啊 小赛罗,快点来贝叔叔这里,贝叔叔这里有好吃的糖果哦 切,你个臭笨老黑,赶紧把我妈妈给放了 要不然我让你的基地变成废墟 赛罗,难道这就是你教育的孩子吗 怎么对长辈一点礼貌都没有啊 幸好我今天在路边遇到了格力乔 我发现他已经没有能量了 所以我就把他带回了基地 如果让他遇到怪兽的话,那可就麻烦大了 赛罗哥哥,你别听他胡说,我是被他骗来的 但是我真的没有能量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被托雷基亚偷袭了 然后他就吸走了我所有的能量 所以我就变成了现在这样 托雷基亚这个臭小子在哪里呢 让我找到他的话,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贝利亚,这件事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完蛋了,我只是想搞点鸡腿吃吃 没想到会变得这么复杂 赛罗大哥,我都好久没有看到托雷基亚了 所以我根本不可能跟他一起干坏事啊 那正好,你现在就去把托雷基亚抓不来 我就相信你们不是一伙的 好吧,那我现在就去 哎呀,我的妈呀 鸡腿没吃了,还把自己给害进去了 托雷基亚,你欺负谁不行 偏偏要欺负格力乔 这一下我也没办法了 今天把格力乔的能量都吸过来了 真的是太爽了 如果再吸收几个强大的奥特曼能量的话 我肯定会打败赛罗的 到时候就连贝利亚也要跪着求着我 喊我老大,想想就开心 小伙伴们,赶紧给这可恶的托雷基亚丢狗头吧 咦,怎么感觉有人在后面,背后凉凉的 贝利亚,你躲在这儿干嘛 找我有什么事吗 托雷基亚大兄弟啊 我这时也没有办法 我也是被逼干,别怪我 等托雷基亚醒来 就发现自己在贝利亚的基地 眼前的赛罗一家很不友善地看着他 完蛋了,赛罗大哥 我只是跟格力乔妹妹开了个玩笑 你可别当真啊 我现在就把能量还给格力乔妹妹 好啊,既然你喜欢开玩笑 那我也让小赛罗陪你玩一玩吧 刚好我复制的那个怪兽消失了 你就充当那只怪兽吧 等小赛罗把技能练好了 你就可以走了 托雷基哥哥,你可别动哦 如果我打偏了的话,就得重新来哦 说完,小赛罗就发动了今天刚学会的奥特技能 直接对准托雷基亚 救命啊,赛罗,你骗我 这哪里是练习啊 完全是要了我老命啊 搁这儿呢 我老命啊 不不忏 嗨 i know you